大家好,欢迎大家点击这个短片,我是魏惟 是这样子的,我看到脸书有个网友分享这个连结 跟iOS开发有关的,所以我就点进去看 这样,这个里面是说呢 不要出图档的时候用PDF来出图档 他这边有讲说为什么不要 这样讲一大堆英文 这样他重点就是,如果你用PDF来做iOS的图档的话 那他会在iOS里面,Xcode会自动把你的图档放大成两倍 或者放大成三倍 这样,那你放大的时候就会有点模糊 如果真的到这个网站看这个文章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个图片放大的时候真的是比较模糊 尤其是建成的时候,建成就用Xcode把它放大的时候会变得很难看 还有这个地方,如果是这样子的建成的话 会出现这个红色的线,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他推荐呢,如果你在做图的话 iOS开发的话,就是直接出PNG,不要出PDF 这就是这个文章的要讲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会继续在网路上面看有什么iOS的资讯 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次见,bye